哇 現在我在的地方 是在宜蘭西南方 海拔2000公尺的太平山 慢慢深呼吸 感覺到這大自然超多的分多精 聽說今天我們要去尋找 森林當中的守護者 到底是誰呢 走 來去交朋友吧 來到宜蘭太平山 不但有美麗的風景 還有可愛的動物等著我們 你希望敲行蟲大力士跟你做朋友嗎 晚上的森林 還有漂亮花紋的蛇在你面前漫步 當可愛貓頭鷹這樣大眼睛看你時 你一定會開心的睡不著 精采節目馬上開始 有請生態達人 崇維老師 柳丁 哈囉 崇維老師 這裡好漂亮喔 好多樹 好多森林喔 這裡是太平山 然後這邊主要特色就是 它是一個中高海拔的森林 對 然後中高海拔的話 就可以看到一些我們平常 可能比較不容易 有機會看到的生物 真的嗎 我超想看的耶 而且我們今天有一個 特別重要的任務喔 就是我們要去找一種 森林的守護者 森林這種守護者 對 聽起來很厲害耶 對 那我們就出發吧 好 走走走 好 走 森林守護者耶 有這麼響亮的名號 想必它一定是武功高強 充滿正義感 不過太平山真的是太美麗了 紅的紅 綠的綠 讓人整個先行 也跟著愉快了起來 崇維老師你看這邊天氣很好 就是可以看到很遠方那裡的樹 這邊很多燕子耶 哎呀 真的耶 那個是草 哇 佈滿了整個屋簷下耶 對 看起來正在組草 這個是還沒有蓋好嗎 對 正在弄 然後如果仔細觀察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草啊 會有一隻在外面 就是它找一些材料回來 就是要裝這個草 然後會有一隻在裡面 就是不斷的修補 修補這樣子 我懂你的意思了 一隻找材料 然後一隻負責裝潢 是這樣嗎 哇 太可愛了 那你仔細觀察一下那些燕子啊 看一下牠們的腳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它的腳就是白白的啊 整隻這樣白白的耶 有沒有毛毛的 毛毛的 一般的燕子 或者說一般的大部分鳥類 其實牠的腳是沒有羽毛的 對 這個牠的名字叫毛腳燕 意思就是說牠的腳 像穿了一雙襪子一樣 白色的襪子 對 然後就毛毛的 這群辛苦蓋鳥巢的燕子 名字叫毛腳燕 因為牠們生活在中高海拔的山上 比平地還要冷 所以腳上就長出了白白的羽毛 像不像穿著白襪子保暖啊 像這個每一個草啊 裡面住的成員 是有很多隻燕子會住在裡面嗎 不是喔 通常就是一對 就是牠們是青鳥公的和母的 牠們合力來組這個草 組好牠們就用自己的草 對 那所以 然後繁衍後代 牠們是一個家庭 哇 這跟我們人類很像耶 你看 就像爸爸媽媽 然後呢 牠們就是營造了一個前密的家 然後來孕育下一代 就是 我覺得這個跟人類好像喔 對啊 哇 今天看到這個毛腳燕真的太棒了 對 那我們還有下一個任務 那就走囉 那好 好 我們沿著林道往翠峰湖出發 午後的山上啊 因為容易起霧 更增加了一種神秘感 會不會在霧中巧遇那 森林守護者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囉 哇 這裡感覺好像仙境一樣耶 雲霧飄渺 怎麼了 你看到這個嗎 這個愛心 喔 好可愛喔 這個形狀跟愛心一樣耶 牠叫什麼名字啊 這個叫太平山細心 太平山細心 我知道了 所以初心的人找不到囉 是這個意思嗎 那個心不一樣喔 它是細心的細沒有錯 但是心是辛苦的心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啦 就是要很細心的 然後又很辛苦的找牠 才會找得到 可以這樣子喔 那你不要看牠 好像除了 就是不太齊眼嘛 但是事實上之後 全世界只有台灣有 全台灣只有太平山有 全世界 全台灣 只有太平山有耶 哇 太特別了吧 沒錯 台灣的細心有好幾種 不過要看太平山細心 就一定要到太平山才看得到喔 仔細看看牠葉子的形狀像什麼 答對了 就是像一顆愛心很可愛吧 崇維老師 它的形狀好可愛 就跟一個愛心一樣耶 而且它上面還有一些好可愛的斑紋 這個有一些淺色的斑紋 這種像這樣子的形式 我們可以稱之為 它是斑紋型的 斑紋型的 對不同株 比方你看這邊 這邊這種點點的 這個叫噴點型 噴點型有點像是我們用噴油漆那個感覺 你看同樣是有一點滑紋 但是你可以明顯地看出牠們的差別 真的耶 你看這個斑紋的啊 這個噴點紋的啊 那事實上我們這邊還有其他的好幾種紋路 像龜甲紋 對啊 就像烏龜甲上面的那個紋路 這附近都會有嗎 有機會啊 我們去找找看 那我們趕快去找吧 走 你看這邊有 在哪 這個 哇 真的耶 它的葉子形狀都是愛心的 可是它中間的花紋卻是龜甲耶 龜甲紋嘛對不對 對 為什麼同一種植物 它形狀一樣 可是它裡面的花紋卻會不一樣呢 這個狀況叫做 我們稱之為個體差異 什麼是個體差異 比方我跟你都是人類嘛 我那麼帥你 我怎樣 你那麼俊俏 雖然老師你會說話 這個就是個體差異 我懂了 所以同一種植物呢 雖然它的形狀一樣 可是它裡面的花紋不一樣 這個就是個體差異 小朋友要記得喔 聽了仇維老師的話 是不是又學到了寶貴的知識了呢 繼續往前走 迷霧森林裡出現了高大巨木 希望大樹爺爺可以幫幫忙 讓我們發現更多可愛的動物好朋友 欸 阿丁 你看一下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岩石嗎 這個岩石看起來 又不像大理石一片一片的 這個是什麼岩啊 這個叫葉岩喔 葉岩 什麼 哪一個葉啊 這個其實本來是板岩啦 板岩是比較大塊 但是經過更長時間的風收日曬以後 它會變成一層一層的 然後一葉一葉 像番薯一樣 一葉一葉薄薄的 你可以嘗試薄薄看這個 從中間把它薄開 真的耶 你看它中間這樣子一片一片的 好薄喔在裡面喔 真的像書一樣一片一片的耶 我撥撥看 好 撥撥看喔 跟餅乾一樣一撥就碎了 怎麼了 你看 是敲行蟲耶 敲行蟲 這個我認識 蛤 你有看過嗎 我看過 台灣扁敲 不是 不是嗎 可是它長得很像台灣扁敲啊 扁扁的 要放手上 OK 我記得台灣扁敲就是長得像它這樣啊 扁扁的啊 可以直接公布答案喔 這個叫做平頭大敲 平頭大敲 所以它裡平頭囉 也不是耶 其實你仔細看喔 就是從它這個大鱷的肌部這裡 它整個頭的前方是很平的 對耶 你看這樣的那個形狀好方喔 對啊 其他的敲行蟲一般是不會這樣的 所以它就是要平頭大敲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辨識特徵 那它跟台灣扁敲 要怎麼樣去分辨那個差異 扁敲第一個喔 它的那個大鱷內側啊 有比較小的那個小小的鋸齒狀 對對對 台灣扁敲它裡面 大鱷裡面那側那個最大的尺圖啊 它是在接近肌部的地方 嗯 然後會生一個有點平行的這樣子 的一個大尺圖 那它在中間 它在中間 而且它的那個尺圖有點朝前方 有耶 對 這個是差別很大 那這個 敲行蟲的這個牙型啊 尺圖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辨識特徵 欸 小朋友知道怎麼分辨了嗎 別把它當成台灣扁敲 它的名字叫平頭大鱷 是台灣特有種的鱷型蟲 別看它體型小小的 惹它生氣 它可是會翻臉的呢 那它跟台灣扁敲出現的 海拔高度都差不多嗎 它們的生長環境呢 扁敲從低海拔到高海拔 都可以發現 但是這個平頭大鱷 只在高海拔才能發現 它只在高山這裡才會出現 對 哇 那它跟台灣扁敲的大小 哪一個比較大呢 差不多 它們這兩種大概最大 大概都七點幾公分 最大 那差不多多少 那一般就是這個 這個體型五六公分 已經算不小了 對 我覺得它真的好可愛喔 而且 崇文老師啊 我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也是很多小朋友常常會問我的 像啊 這種敲行蟲 它現在已經長成這樣 這個算成蟲嗎 對 那它還會再更大嗎 成蟲不會再更大喔 那基本上 翹原蟲的生活只是從卵 然後幼蟲 然後蛹 然後最後變態成成蟲這樣子 那它們 它們要長大的契機就是 它在幼蟲的時候啊 比方它吃的木頭 各種東西 是夠營養的 它就會長得比較肥比較大 那一旦它化蛹之後 變成成蟲 這一段時間是不會再更大了 對 所以它小時候越肥越大 它可以變成越大隻的蟲 所以啊 就是小時候吃得很營養 長大就會比較大 小時候沒有吃得很營養 長大就是比較不會那麼大喔 這個就是蕎形蟲的大小的寫照喔 太平山廣大的森林 不但是動物們最好的家 也是許多珍貴木材的來源喔 所以啊 太平山早期就是以生產木材聞名的 是台灣三大林場之一喔 而柳丁和崇維老師 腳下的鐵軌 就是當年用來運送這些木材下山的 這太平山的空氣真的很新鮮耶 舒服喔 對啊 欸 好漂亮喔 等一下等一下 柳丁小心一點 為什麼要小心 這個是有毒植物 有毒植物 可是它看起來好漂亮喔 跟蜂林一樣耶 對啊 蛇仙美人嘛 蛇仙美人 所以意思是它雖然長得很漂亮 可是其實是很毒的喔 是有毒的喔 那崇維老師 這個植物叫什麼名字啊 毛蒂黃 毛蒂黃 對 為什麼叫毛蒂黃 是因為它身上有長毛嗎 我們現在觀察到它的花瓣上面有一些毛 有可能是因為這樣來的 真的耶 你看細細的白色的那種一根一根的毛 長在它的花瓣上面 你說它有毒 整株都有毒嗎 整株都有毒 對啊 那所以剛剛請你不要摸它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摸到不會中毒 但是你摸到之後 有可能等一下我們吃零食嘛 你就一起放到椎魚了 順勢吃下去了 對 尤其小朋友 小朋友有時候摸 到處摸啊 就吃點心了 那就有可能會中毒 欸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耶 因為你看像這個花啊 在外面看到就好美好美 然後就會想用手去摸一下 就想用手去摸一下 對對對 可是我有發現 有紫色的 有白色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 盛開的時候 它應該是白色 紫色 那有時候有粉紅色 喔 還有粉紅色的喔 對 它就是同一種 就是它的多樣性而已 喔 所以啊 小朋友跟爸爸媽媽 如果到山上啊 看到這種非常漂亮的植物啊 千萬還是不要用手去摸 因為你不知道它有沒有毒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喔 欸 想不到這長得像 風鈴的毛蒂皇 竟然是有毒的植物耶 小朋友一定要注意 在戶外遇到毛蒂皇 千萬不要亂碰它喔 隨著太陽漸漸的下山 夜晚的森林裡 突然安靜了下來 森林守護者 究竟會不會出現呢 哇 竹老師 這種晚上的深山啊 感覺都好安靜喔 都沒有什麼聲音 對啊 而且感覺其實也很舒服啊 嗯 那你覺得我們找得到 森林守護者嗎 嗯 我們用心找應該蠻有機會的啦 真的喔 但是 除了牠以外 我們應該還有機會 看牠一些其他的小動物這樣子 喔 搞不好就躲在下面 就要認真找啊 認真找就有機會啊 嗯 欸 有病 哇 有蛇耶 想不到我們才走一下下就發現蛇了耶 哇 而且崇文老師 這條蛇的花紋好漂亮喔 但牠有沒有毒啊 沒有毒 沒有毒 是喔 牠叫什麼名字 牠叫泰雅盾頭蛇 泰雅盾頭蛇 泰雅族 對 泰雅族的泰雅 台灣有三種盾頭蛇 一種叫台灣盾頭蛇 另一種叫居井式盾頭蛇 第三種就是眼前出現的這隻 泰雅盾頭蛇 蛇就是蛇 為什麼還要分什麼尖頭 圓頭 扁頭 盾頭呢 欸 是不是牠反應比較遲鈍啊 欸 牠快跑走了耶 可以直接把牠拿起來 好好小心喔 因為牠沒有毒 所以呢 崇文老師才可以抓牠喔 而且牠的盾頭蛇還蠻溫馴的 哇 牠好漂亮喔 身上的顏色是有點那種 淺淺的咖啡色的耶 對 淺色 然後有一些這個橫紋 有點像老虎嘛 對不對 對對對 像那種老虎身上那種斑紋的條紋耶 仔細看為什麼叫盾頭蛇 牠的穩端的最前面是比較平一點 穩端 你從側面看會比較清楚 你說是舌頭那個地方嗎 對 就是最前面這裡 牠比較平一點 所以人家說牠頭比較頓 人家叫盾頭蛇 就是因為牠穩端比較平 所以叫盾頭蛇 對 你看牠這個眼睛後面啊 其實兩側眼睛後面都有一個 細的黑線 從眼睛往後面一遮 對 到牠臉頰這邊嗎 這兩條線在頭頂這邊會 往回一點 然後會接在一起 對 那我們通常說 這個有一個W型的 的一個花紋 而且有跟妳說一件很特別的事 這個泰塔頓頭蛇 是去年才被發表的新種 去年才發表 對啊 那也太難得了吧 我現在就可以看到牠了耶 再上一次就是 這個泰塔頓頭蛇前一條 新種的蛇也是1931年 日本人發表的蛇 相隔這麼久喔 很久啊 那是誰這麼厲害啊 是一個很帥的台灣人 很帥的台灣人喔 那我想認識牠 其實你已經認識啊 我認識 嗯 正是在下小弟我 是你 哇 偶像 這可不是在開玩笑的 相隔了84年 台灣蛇類終於有了新發現 而且啊 這是我們的崇維老師發現的 真的是台灣之光耶 不過崇維老師 可是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觀察 比對 這時泰雅頓頭蛇 是新的物種 才在2015年正式發表喔 好可愛喔 我可以試著讓牠到我手上來嗎 牠很溫馴 對 因為牠沒有毒 所以我才 牠沒有毒 而且幾乎 幾乎不會咬人 喔 牠真的好溫馴喔 那這頓頭蛇 你這樣子輕輕的 像我剛剛拿起來 就是輕輕的這樣子 捧著牠 然後不要給牠壓迫 手不要捏 然後牠就會慢慢的 在你手上這樣子 就是滑動 牠就會以為我的手是樹枝 牠應該發現你的手不是樹枝的 但是至少認為你不是 具威脅的東西這樣子 想不到我們要找的 森林守護者的路上 居然遇到了這條超可愛的 泰雅頓頭蛇 而且發表者還在我的旁邊耶 就是崇維老師 今天真的是歷史性的一刻 對啊 觀察與發現動物 真的是充滿了樂趣耶 只要認真投入 或許有一天 你也可以和崇維老師一樣 有獨特的大發現喔 說到獨特的大發現啊 找了一整天 到底還要多久 才能發現森林守護者啊 崇維老師 我看你一直照樹上啊 這個森林守護者 牠該不會是住在樹上吧 對啊 我真的很好奇耶 那牠到底是誰啊 好啊 我就告訴你吧 牠是一隻貓頭鷹 而且是台灣第三大的貓頭鷹 喔 第三大的貓頭鷹喔 對啊 這裡會有喔 會有啊 我之前有一次來 在這條路跑一趟 就看到三隻 哇 那機會還滿高的耶 對啊 認真找就有啊 好好好 認真找 怎麼了 小聲一點 找到了 對 在哪 看到嗎 對 這麼大 對耶 真的很大耶 這個就是全台灣第三大的貓頭鷹喔 對啊 那牠叫什麼名字 牠叫灰靈蕭 灰靈蕭 灰色的 灰色的會生靈的靈 是因為牠的羽毛是灰色 所以叫灰靈蕭嗎 對 灰色之外牠還有雜一些 河黑色的一些花紋這樣子 對 牠還轉頭耶 好可愛喔 對 牠還轉頭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耶 一隻貓頭鷹就出現在前面的樹上 張大眼睛看著我們呢 牠的名字叫做灰靈蕭 是台灣體型第三大的貓頭鷹 要在中高海拔的高山上 才能發現牠的身影喔 我有看過河靈蕭耶 牠也是很大型的貓頭鷹耶 對 非常大 那牠跟灰靈蕭哪一個比較大 台灣這三種是前三大 第一名一般我們是說叫黃漁蕭 在溪流附近 第二名呢就是叫河靈蕭 第一名和第二名幾乎差不多 有人說只是黃漁蕭多了一根像耳朵的羽毛 就是隱在那根羽毛 其實幾乎差不多 第三名就是灰靈蕭 灰靈蕭比牠們兩個就是小的一號 但是還是蠻大 可是我覺得牠真的好可愛喔 對啊 牠又在眨眼了耶 對 牠在眨眼 然後可以看到牠的順膜 鳥類的順膜 順膜是在哪裡 順膜就是牠的眼皮之下 還有一層膜 很多鳥類和爬山類會有 也是保護眼睛的一個構造 然後等於是第二層眼皮這樣 貓頭鷹的視力到底好不好 貓頭鷹視力在晚上非常好 牠的聽力也是非常的明對 牠其實耳朵 你知道貓頭鷹 牠的耳朵長在哪裡嗎 耳朵嗎 這裡 沒有 牠的耳朵在眼睛的旁邊而已 牠的耳朵在臉的正前方 你看牠的臉上有一些 牠在羽毛的覆蓋下面有一個 有的那個耳孔 然後牠就可以對著 牠眼睛一方面在判斷的時候 同時牠也可以判斷聽覺 如果牠聽到老鼠在跑的聲音 牠就可以加強搜尋那個地方 然後眼睛追蹤上去就飛過去 就把牠夾走了 那你為什麼說灰靈霄 牠是森林的守護者 因為你看牠站在那裡 牠從高處俯瞰這樣子 整個森林的感覺 牠很像是一個衛兵 在保護牠的領域 牠的森林 所以我們說牠是森林的守護者 原來耶 對 我覺得今天真的太幸運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麼可愛的灰靈霄耶 而且很大 你看前三名我現在已經看過了 何靈霄全台灣第二名 然後灰靈霄全台灣第三大的貓頭鷹 我下次一定要挑戰第一大的 好 會有機會 太棒了 太棒了 看著灰靈霄 熊啾啾氣昂昂的樣子 真的像在保護著這片森林一樣耶 說牠是森林的守護者 一點都不錯 原本以為這趟的觀察任務 就這樣結束了 沒想到所謂多久悠悠驚喜出現耶 怎麼了 周老師 剛剛一樣是灰靈霄 是喔 葉兒子喔 對 在哪裡啊 你看在這個小樹枝的頂端 有耶 有耶 對 牠現在背對著我們耶 對 然後 你看轉過來了 對耶 對 就是可能是我們講話比較大聲 牠就會知道 牠就會轉過來一下這樣 還是要小聲一下 好可愛喔 牠怎麼又飛走了 通常牠飛走啊 就是會距離不遠的地方會再停一下 那我們可以再去跟一段路看看 好 牠是不是還在前面 不過我們要 對對對 不過我們就是要腳步放輕 要小聲一點 OK OK 好 看到哪裡 對 對 哇 灰靈霄真的好漂亮 好可愛喔 對啊 程文老師 你說你上次看到三隻啊 結果我今天看到兩隻 我覺得我也很幸運耶 對啊 很厲害 對啊 灰靈霄真的是一個很可愛 很可愛的動物好朋友耶 對啊 不容易 不容易 這個晚上觀察很棒 對 不過就是還是要小聲的觀察 不要去打火爆塔 是最重要的 對啊 這個環境其實 灰靈霄的數量算穩定嘛 這個森林有的需要在維護的話 感覺是牠們應該可以在這邊過的 還不錯 對啊 所以我們一定也是要就是 好好安靜的觀察 這樣子呢 才能夠保護我們的這個森林中的守護者喔 灰靈霄 哇 連續看到兩隻灰靈霄 這簡直是太幸運了 太平山的自然探索真是好玩 看見了穿白襪的毛腳艷辛勤的竹巢 人小聚氣高的平頭大橋在森林漫步 還有美麗的泰雅盾頭蛇 在草叢裡悠悠穿梭的模樣 所有可愛的動物好朋友們 下次有機會再來拜訪你們喔